大家好,今天是5月25日 在这个今天下午2点多的时候 劳务市场这个老板给我这个大电话 让我去这个工作嘛 就是说2点到这个6点啊 给我110元人民币 这个是工作现场 偷偷的就是拍了一小段视频 今天的工作很轻松 这个拿铁现在就是老板 我的老板 我就是 今天这个干老拨市场 今天是最轻松的一天了嘛 拜拜照 拜拜照 今天是光清理了一下土 一点点 然后 扶着这个赤子啊 凉一凉 所以轻松了 今天就是下午 来干的这个劳市场 非常轻松 很干净 很干净 这是一个尺子一个铁线嘛 新的 这个是 非常的轻松 今天 这个视频呢 主要就是讲两个内容 讲一下这个 今天的工作 第二个呢 就是讲一下 这个老板呀 就是在今天 就是遇到一个事情 要就是 赔别人200元人民币 今天这个下午的工作呢 就是大家在这个视频 这个前面看到 这个在地上呢 有三个坑 这个刚去的时候啊 这个老板就是 让我拿着铁线 把这个坑里面的土呢 炫土 就是说 不用力的土 在表皮 那些土呢 脸出来 就是 我就是干第一个嘛 干第一个 就是不知道 这个老板还有就是 要求好看 这么个要求 我就是大体 把土脸了一下 一会儿 这个老板又把这个铁线 拿过去 就是签字上阵嘛 就是把这个坑的 它不是方形的嘛 把它这个脚啊 给这个清出来 就是让它看着好看 因为这个老板呢 就是一会儿 要量一下这个坑 这个坑的这个高度 以及宽度 还有长度 都要拍照 然后 记录一下吧 然后 签字就是去清 清理了这个脚 然后呢 我就比着它 就是把那个剩余的两个 也清理了一下 嗯 这个 再听一下 说实话 今天这个工作 确实不累 就是清理清理土嘛 然后呢 给这个老板 这个扶着这个 吃 纸子 然后这个老板啊 就是 用着他的这个手机 拍照 因为他拍照的时候 需要让这个 可能就是 他接这个给人 给别人看吧 就是他上面 发钱的人 拍照 他要求就是 好看 这么个要求 然后 中间吧 就是让我 这个用脚啊 踩住这个 很大的石头 以及 用这个铁线 挡住这个 石头块吧 就是不平的地方 就是这样 操作一下 脚步 然后就是 总共就是 十五六个 这样的坑吧 就是 我这个弄土呢 就是 让我 弄了 三个坑的吧 三个坑的 其他的坑 就是不让我弄了 因为这个 我在清理的时候 这个老板 一直在打电话 就是好像说 这个三个坑 就是一组嘛 还有别的地方 然后 就是说 这个 对方要求啊 就是 嗯 对方要求 就是这个 每 每一组 嗯 只聊一个就行 他的这个宽度 高度 以及长度嘛 要测量一个 然后 嗯 拍成 照片 然后给对方 发过去 然后对方就是 验 验验这个 干的怎么样 这个 是 在这个 楼区里 然后 这是老板 为什么要 陪人200元 这个 一个原因吧 好了 这个东西 出来了 就是他 一带 讲 老板 陪人200元 人民币呢 就是 嗯 这个老板啊 就是在人这个 小区里工作 嗯 需要建 这种 大型的车嘛 大型的车 然后呢 就是 正好啊 在这个 在这个小区吧 有一个幼儿园 嗯 有一个 就是下水道 一个井盖 被这个大车给 车轮给压坏了 这个照片 我没 没拍 但是 但是就是 这个 门费啊 就是 这个 好像是物业吧 物业 必须让这个 老板给 赔200元 人民币 要么 赔钱 要么 就是出去 去买一个新的嘛 然后 让我 就是拿着尺子啊 就是 量一下 这个直径 多么长 这个外径 多么长 然后 这个老板 就是 想办法 就是 去买一个新的 他就是 感觉 这个新的呀 嗯 应该是便宜一点 可以省钱一点嘛 这个要不就是 不会那么浪费时间 早就把这个200元 转过去了 这个老板 就是领着我嘛 嗯 就是这个老板 打算 就是 不赔钱 就是直接买新的 后来 这个 嗯 刚 在视频 这个开头 不是有坑吗 就是说 这些坑呢 都需要用这个 换泥土 给他填平 也就是说 到过几天呀 还要有这个 大车经过 所以 这个老板就是 可能就是 问了别人 跟别人 沟通了一下 然后用自己的手机呀 然后 把所有的小区 这些浸盖呀 还有这些 嗯 下水道的 这些盖子呀 全部用手机 拍了一下 就是说 到时候就是 出了事情嘛 一看就是说 已经坏掉了 不能怪我 这个老板就是 比较聪明一点嘛 这个老板就是人 很不错嘛 很不错 可能就是别人 给他出的主意 全部拍完照 然后 过几天来这个 装这个 很重的 那个昏理土 那个大车 需要把视频 开头这个坑填满嘛 嗯 全部拍完照以后呢 就是 挨着就是 每条路 每条路 这个检查 只要有坏的 他就可以拍下来 然后记录下周围的环境 到时候就是 找一找 照片嘛 就是 这样可能就是 自己省一点钱 要不然就是说 坏掉了 这个 嗯 怪这个老板 这个老板呢 就是 也不想赔钱 其实 嗯 就是说 在这个学校门口 这个 坏的那个 井盖吧 这个老板呢 就是 也去 看监控了 从这个监控画面上 可以看到 是 的确是有一个 大车经过 但是呢 这个监控啊 看不了 那么清楚 嗯 看 看不到这个 不确定 是不是那辆大车 给压坏的 才会的 就是 这个老板呢 一直跟人沟通 就是说 你不 陪人这个 井盖 或者是 不给钱吧 会赢 这个物业方面呢 就是可能 会挡住 不让你 影响 他的施工进度 施工进度 就是老板 反正就是 不想赔那 200元人民币嘛 一直打电话 就是看看 哪里又卖的 然后 给他换上 嗯 哎 这个 就是 做工程嘛 就是害怕 耽误这个 耽误 时间 就是这个 人家就是 拉了一车 嗯 换泥土过来了 这个 物业挡住 他怕物业挡住 所以 所以去 这个 处理 这个坏掉的 这个 井盖嘛 这个井盖 正好在这个 学习 幼儿园的 一个门口 所以 很多 这个 家长啊 很多 就是说 非常 就是担心 这个 自己 这个 孩子 掉进去嘛 这也是一个 重点吧 一个重点 嗯 因为这个 在这个小区 有这个 幼儿园 很多就是 家长也反映 嗯 这个 物业呢 也是 要求 对方 要么 赔200元 人民币 要么 就是 弄心的嘛 嗯 就是这么个 情况 就是这个 老板 一直下午 一直打电话 处理这个 事情 一直找人呀 一直催呀 一直问的嘛 所以这个 哎 干个工程 也不好干 这个老板 就是我问了一下 这个 他一年 赚多少钱 这个老板 就是告诉我 一年 嗯 钱 这个 比较 算的年吧 比较 算的年 就是没有 关起来 这样的事情 就是一年 挣个三十万 他这个 小的个体 包工程的 工作呢 需要自己出钱 这个投资 非常大 嗯 就比如 你接到一个 工程吧 就 就必须 一开始啊 自己 把这些钱 全部垫付 然后就是 军工以后啊 别人就是厌过了 然后把这个 全款打给你 这样赚钱 非常的 不容易吧 不容易 这个老板 这个头发都 白了嘛 白了 但是这个腰板呢 挺直 他这个 快下掰的时候吧 一直走路 也是低头 这个 看手机 算账啊 什么的 看看这个 排图 我看到 非常一个 不容易的 老板啊 这个 现在做什么 也不容易 谢谢大家 就是看到 这里的朋友吧 谢谢大家 支持我这个 频道 订阅 今天就是 下午 下班就是 很准时 六点吧 六点 嗯 非常 不容易 谢谢大家 水看吧 拜拜 拜拜